你看看這個陳宗彥有沒有透懂 他在防疫記者會上記者問他 因為不是那個黃卡 本來可以助記科興跟國藥 我一開始就講 美國跟大陸的關係也不太好 美國一直想抵制大陸 但是在疫苗這件事情上 就得要回到科學的身上 對不對 歐洲也是一樣 歐洲也在抵制大陸 但是疫苗上 國藥跟科興經過WHO的認證 當然就給他認證 沒有問題 但是我們本來願意助記在黃卡 但是秀一下沒有幾個小時 馬上又不可以 又大轉彎 就在我們昨天蠟碗包的時段 這個黃卡助記過的這位民眾 還要把它收回 我都說這個黃卡 應該有增值的空間 全台灣獨一五二 然後陳宗彥這個話 今天也是刷屏了 他在現場就講 你說是從大陸回來 大陸是哪個國家 我實在不知道 你不知道 你要不要去問一下邱泰山 或是你要不要去問一下 前陸委會主委 陳明通也好 蔡英文也好 他們都可以明明白白的告訴你 他這句話是講給誰聽的 他要向誰表態 我稍後請教一下龍戒先 我看到龍戒先 今天講得很好 非常的解氣 但是辮子妹今天很好奇 走上到街頭做了一些訪問 我們來聽台灣民眾 對於陳宗彥這個態度 他們怎麼看 指揮中心的副指揮官說 不知道大陸是哪一個國家 現在就來去問民眾的意見吧 我選這個 名字顧問 那不就中國大陸嗎 因為大陸就是中國大陸 大陸 共產黨 大陸這麼大 怎麼可能就不知道了 大陸就是大陸 台灣就是台灣 說不知道大陸是哪裡 應該是裝的吧 為什麼 因為大陸就是中國大陸 你知道大陸是哪裡嗎 我們的隔壁 大陸是哪裡 大陸是台灣的左邊 習近平的 你說什麼 習近平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 都是大陸 中國就是大陸 人民共和國 大陸就對岸 大陸是一個地區 也可以說是一個國家 中國大陸就是一個國家 大陸你會想到哪裡 就中國 對岸 這很簡單的問題 大家都知道 大陸就是中國不是嗎 這很簡單的問題 大家知道不是嗎 大陸就叫大陸 要不然 他地大 陸大 人多 人那麼多 千言那麼多 沒差 民知道的事情 故意在那種場合上面 給記者難堪 我覺得記者也是 不好意思給他難堪 如果記者要給他難堪 就直接問他這句話 他難道自己不知道嗎 對不對 何必在這種討論上面 這邊又不是正式的 正式的所謂官方文件 我們正式的官方文件 不是也是大陸入委會嗎 對不對 他一定國小沒有學過 沒有讀過書吧 中國大陸就中國大陸 大陸就等於中國大陸 他頭腦大概有問題吧 可能在裝傻吧 這小學生都知道啊 有點瞎 哪一個官員啊 陳宗彥 他真的不知道 對 官員可能沒有讀書吧 我在想 我在想官人可能沒讀書啦 政府官員作秀 那個腦筋要放清楚一點 他說他實在不知道是哪一個 這個腦筋有問題 真的有問題 應該是故意的吧 大陸耶 有美洲大陸 有非洲大陸 你真的不知道大陸是哪一個 真的嗎 真的不曉得 大陸有可能另外一種意思就是 美洲大陸或非洲大陸 大家可能認知是這樣 對 就是我相信他可能 只是一時間的小誤會啦 我真的是不曉得什麼 大陸耶 什麼 無啥啥 不知道啊 明知顧問不就是中國大陸 大陸是最多民眾選的答案 好 針對大陸是哪一個國家 你有什麼意見呢 留言告訴我們 好 龍介先生 你看這個民眾的意見 非常非常的有趣對不對 但是當然 這個民眾可能不知道 他的上一句是什麼 他的上一句是跟記者講 你是說 從中國回來的民眾 你講大陸 實在不知道是哪一個國家 就怎樣 就是故意 網友質疑說 小學生都知道 陳宗艷不知道 會不會陳宗艷的學歷也是假的 會不會是這樣子 然後吳思瑤馬上就開始吹捧 陳宗艷是真男人以戀愛 真的 你有沒有覺得麻麻的 你知道 雞皮都拉掉滿地 以戀愛 然後溫玉霞就說 到底要叫中國還是要叫大陸 你民進黨就定調 你完全執政了 你說了算 所以我們的大陸委員會 要不要改名叫中國委員會 然後陳明通講很清楚 邱太三是大陸委員會的主委 你要不要回去再跟陳宗艷講一下 陳宗艷是要轉型到外交部上班 還是要怎樣 還是說他現在正在爭取 內政部長的職位 是這樣子 你想把徐國勇幹掉嗎 網友的反應也很熱烈 去問前陸委會主委蔡英文 問小英是不是以前在南極大陸 顧契額 所以陸委會非洲大陸委員會嗎 嘴巴很嗆 有種修法陸委會改名 來 龍介先生 所謂的言論自由 我們來說言論自由 就是必須百分之百 沒有言論自由 就沒有所謂媒體的地勢權 所以中天我可以跟你關起來 你今天中國西部的記者 我就跟你洗臉剛好而已 然後你再看 在現場的媒體 其他媒體 又在那裡找 你就知道說台灣現在已經被蔡英文 他整個媒體 我們還好有這些自媒體 現在幾乎達到一比九 那整個調過去 我看其他的媒體過去的採訪 跟他開記者會問他 講大陸 他們都一清理策 為什麼今天偏偏要做這麼大的反應 刻意來看 抗中保台嗎 對 他在向誰表態 有嗎 這就是投名狀 因為有人講蘇貞昌坐太久了 第二個 有人講蘇貞昌 陳時中跟那個誰 徐光 不是 另外一個誰最應該下來 那個誰 第三名 陳其中 這個釋放出 內閣可能會更替的一個消息 12月就會公投了 他再回頭一看 跟大陸嗆嗆的都升官 拿枸杞會吐血的也被包養 所以他如果再不投名狀的話 而且徐國勇 他要再繼續搞下去也很難 所以整個這個時候他只差一步 只差一步 而且他是真正的賴清德的子弟兵 你都可以從他的動作裡面 因為他過去的幾年 包括在台南是嗎 他不是這種人 這三年多他在內政部 所有記者會你再去 回頭去看他的影片 都不沒案 他不是這樣 看起來勾矣勾矣 為什麼突然這樣子大轉變 所以台灣人有很久的 說勾矣不會投資 勾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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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動勾矣勾矣 所以在在表現 當為了權位 得到政治利益的時候 他就不勾矣了 他就會扭曲 然後逢銀派 去破 破那種勾矣對不對 所以民進黨從上到下 大家就是紅銀拍馬 就是為了要政治利益而已 沒有人敢講真話 陳明通你講這是真話嗎 你在分析俄羅斯 普丁 跟兩岸 中美之間 包括整個國際形勢 你這樣說對嗎 你敢對自己的良心 所以你等於在半肥 我跟你們剛剛講說 在大家麻痹的 在基層都不會怕 我跟你們講真的不會怕 他們過著苦日子 換政權剛好 我不用怕 而且他們又在民間 這些苦難的同胞 他是說聽說 共產黨的導彈 誤差不會超過2到5公尺 所以就知道 如果這樣撞我們不用怕 我們身心這麼壞了 過一頓我過一 但龍謝憲你會不會覺得 當然我們知道 每個社會都會有一些 極端的言論 或左或右等等 這些其實並不讓人意外 但是我們看到蔡政府裡面 這樣的極端言論特別多 而且都位居要金 有沒有 從外交部長 行政院長 國安局長 陸委會等等 每一個對於兩岸關係都很重要 他們都是負責擬定政策的 在危機的時刻他們要負責判斷 但是我們看到 他們每一個人的發言 都讓大家覺得 第一個 就讓你倒抽一口冷氣 第二個真的就是幼稚 比方說陳宗燕 平常我說看那個高雲高雲 突然怎麼搞的 你去跟記者較勁講 這個意思你要去洗臉記者 這幹嘛 之前這個疫情爆發的時候 我的意思說 大家也都相安無事 問了你很多 關於大陸來的小民等等之類的 你也都沒意見 現在疫情平緩了 突然怎樣 你是覺得疫情現在平緩 都我的功勞 所以我要幹掉誰 然後我不這樣講 沒有人會注意到我 但也真的很有效 你看他一這樣講有沒有 民進黨馬上送暖 想要跟他談戀愛的 吳思瑤都跑出來了 對不對 所以這個告訴大家什麼 我就是要走謝志偉模式 對不對 我就是要走這個 吳釗燮模式 在民進黨內 為官之道就是如此 義和團式的發言 才有人看才有流量 才有選票是嗎 不是這樣 我的看法是 這是選戰策略的定調 我跟你講 馬上要選了 明年就要選了 縣市長全部要改選了 然後他們是在2020年 亡國桿取 因為18年大敗 2020年賣芒果桿大勝 然後走了這兩年 很好用 所以他們就已經把選戰定調 抗中會保台 然後利用抗中 再從縣市長的選舉裡面 如果再大勝 那他盪行下下 我跟你講 沒完沒完 他們幾乎是在定調 我跟你說 金鳳美東三千角 暗上無雄素不低 一夜之秋 就是你看他一個一個表態出來 就是已經把2022 明年13個月以後的選舉 已經定調了 OK 這個 龍介先生這樣講 我們就懂了 我們把它當成單獨的事件 大家想說民進黨的這些官員 怎麼搞的 一個一個的爬功 但是龍介先生大家就知道 跟肉掌一樣 一抓一串 就是中央已經分配好了 就是這個調性 抗中保台 亡國感的極致化 是不是 就在這個 就在這個縣市長的選舉當中 大家看得到 就在這兒 成縣市長的選舉 中央 看到